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昨晚發生了一件事, 小朋友不小心整跌了個得得B公仔, 然後賠了幾萬元的事件。 現在根據最新消息, 我們跟進情況。 這件事,攝氏的5歲小朋友家長表示已經賠了3萬元, 但他認為店家沒有妥善擺好擺設, 而店家亦在今天凌晨24日發聲明說, 在這件事裏沒有收多任何費用, 以及說擺設在同一個位置放了半年, 都未對客人造成任何不變, 有不少網民都幾生氣。 這一個攝氏小朋友家長, 在早上做一個商臺節目說, 事發那一刻他在外邊聽電話, 看不到件事發生的經過, 後來聽到店內BANG一聲, 見到擺設跌落地下, 心想如果是兒子糟糕的話都幾緊張, 聽到店員說法後立即表示賠償。 鄭先生說, 昨晚看到網上片段後覺得心頂住頂住, 覺得自己是怪錯了兒子, 因為店家應該對擺設有足夠的防護。 他老婆昨晚致電KKSPOT的店家表示要進一步跟進, 但鄭先生就說, 他兒子是受到件事影響, 昨晚小朋友竟然問了他三次, 為何公仔那麼恐怖? 而他兒子也是今日請了病假, 沒有上學了。 問到這件事如何處理呢? 鄭先生就說希望不要賠償。 在凌晨時, 社交網站發聲明的KKPLUS 在早上10時刪了貼, 暫時未知是甚麼原因。 我們看看聲明說甚麼, 他就說針對現在社交媒體上被受關注的大型擺設品, 壞了的這件事, 就說衛免有人散播謠言, 溫鬧思聽, 就作出聲明, 他就說他們在這件事發生時即時處理, 亦都在雙方同意之下徹底解決。 解決方法是由市主主動提出, 即是說把球踢到市主, 跟著他又說, 有關擺設售價, 這大型擺設是手版印刷原型品, 官方售價是52,800元, 原型品成本亦有很多費用, 包括版權、設計、研發、打造模具、 擺設加固包裝費及運輸費等等。 這個擺設只是用來做觀賞, 就無承受壓力的印性。 同款產品25cm版本, 1180元, 他公司無收取多過貨品的售價。 同時他亦都說到, 他說這個擺設品去年11月已經在這裏擺設, 期間就無令到任何客人帶來不便, 他說他們亦都會審視所有擺設展示安全。 這就是商家的說法, 我們再看其他資料。 小朋友的爸爸在電台節目中說, 整件事在22日下午6時左右發生, 當時收到家裏的工人打電話, 問會不會回家吃飯? 他說去了店外覆覆, 然後聽到啵聲巨響, 就發現這個特特B擺設已經跌在地下, 5歲的小朋友站在一邊, 全身硬了, 看著擺設品的碎片, 他當時就知道糟糕了。 鄭先生說店員沒有向太太表示擺設給兒子踢跌, 但有店員說之前已經見到兒子踢過擺設一腳。 鄭先生說自己當時覺得好緊張, 店員可能言語上亦有所引導, 他聽到有關的說法後立即表示賠償。 店員說擺設售價是52,800元, 店員亦打過一次電話, 表示公司會收成本價3萬元。 鄭先生表示同意, 跟著就立即給錢走人。 他兒子在整爛擺設後一直沒有出聲, 就算在車上都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他跟老婆回到家後都沒有因為這件事去罵過兒子, 同時就跟他解釋回事。 不過兒子在家因為有做了別的事, 他老公亦都有罵過他的。 鄭先生就在節目中承認, 當時的做法和情緒是有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直到他看得到件事的片段在網上流傳之後, 他看回, 就覺得他兒子當時是想側身避一避那個人, 然後背後就一下子靠下去。 兒子曾經想扶回擺設, 但始終倒塌在地上。 兒子見到擺設塌碎了亦都呆了, 其實這樣都幾無助, 因為是不小心的。 鄭先生說看到這條片就覺得好心臭, 覺得自己錯怪了兒子。 鄭先生亦都說, 相信兒子已經是留意到, 父母因為這件事不開心。 而他兒子亦都問了他三次, 問了些甚麼呢? 就是問為何公仔那麼恐怖。 其實小朋友問得出一句這樣的事, 我想個心理創傷都是幾大。 最後電台方面亦都問回他, 雙方有沒有什麼責任? 鄭先生就說, 他自己同他老婆都是有責任的, 當時未有踩失過兒子。 他亦都說道, 但人都會有錯, 不會無時無刻都看到細一實的。 大人都想在裏邊看下東西, 但他認為店家如果是弄一些這麼貴的東西, 應該要有足夠的防禦。 擺設都米8, 他說不是物理學家, 不會頭重腳香這些東西。 但捱一捱就會跌的話, 是否應該找東西圍住他呢? 如果是已經圍住了個擺設, 他說他兒子還捐進去整理他呢? 他說他沒話好講。 問到如果件事重演會怎樣處理呢? 他當時說, 就會跟店家再商討可以賠償但不是這個價。 另外他亦都說, 想再跟進回這件事, 我想主要就是賠錢的部分。 看到這裏, 其實這件事的來浪去脈, 都跟大家簡單講了一講。 而其實對於這件事件, 亦都是有律師說, 如果個小朋友10歲以下的話, 就無需賠償, 家長亦都是無責任。 其實這件事這樣說, 店家也好, 或者是小朋友的父母也好, 雙方都有回一定的責任。 店家的話, 就應該要找東西為好他的。 你把公仔放在這裏, 你一定是最熟他的。 你無理由店員老闆那些, 你不知道他頭重腳輕的, 輕輕力嗨嗨嗨就會塌, 你無可能不知的。 你還放在一個這麼多人, 那麼多眼的位置, 你少少圍欄都不扶一下他, 其實好有問題的。 網上邊亦都有人在流傳中, 也是先把小朋友亦都不要問。 牠說這件事事不第一次發生。 之前亦有成類似事件。 但是! 沒有證沒有據, 我也亦都不可以說是不專業。 至少防護方面無做好。 上面亦都有人在罵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不必要的, 小朋友玩到累的。 可能剛才所說, 小朋友玩到累, 他根本不懂得分,甚至乎剛才他父母都在說, 他就說是被人不小心嗨了下去。 還有,你完結了件事,小朋友回到去還問為什麼公仔那麼恐怖, 你就知道其實他應該不是故意的啦。 這件事就和大家看到了這裏先啦, 你們有什麼想法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言吧,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